是在会员大会 哦 没有开始如此 好 我们本来本来是在会员大会的时候 要请老师现场演那个演讲的 那因为我们其他的课程用了比较多的一些时间 那我们就把老师的这一场课程呢 变成是线上的会议 然后也是我们今年度的第一次的线上会议 有那未来我们会啊 在今年我们会有一些 会有更多的课程 我们包含线上的课程 然后呢 实体课程 然后还有一些实体的训练活动 都会陆陆续续的举办 那各位会员伙伴们 请实时注意我们在 那个我们会员社团里面 我们协会社团里面的一些公告 那有看到公告的时候呢 要赶快的 去呃登记报名 那我们呃会有一些 呃除了线上课程之外 我们实体的课程呢 还有那个训练的课程呢 都会有一些 呃都会有人数的限制 所以呃要报名的要抢快 那今天的课程呢 是要讲2023年 就是今年度的一些重要天象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陶老师 谢谢老师 好 那我们训练时间已经到 我们就开始哈 啊 这我个人简历 大家应该都知道 所以我们就跳过去了 好 那在过程当中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 请举手 然后我们主持人会打开你的麦克风 让你发言 大致上这样子 那基本上来说呢 因为我这是单元选单 所以呢 你有权选择 你需要先听哪一段 但是先发言的人就占了优先权 OK 那我们进到下面呢 我们的今天的纲要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在纲要上有些红字红线 红字下面有底线的 代表说这是一个单元 那这个单元呢 各位可以依照你的兴趣来先挑选 所以现在可以举手看 你们要先听哪一段 没有人举手的话 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开始 现在是33分 我们等到34分 没有人举手 我们就从日十月开始了 有人举手了 举手的要发言了 彗星 彗星好 我们就从彗星开始 那彗星大家都知道 这颗彗星 就是C20213 是大家所期待的 那实际上我们今年的彗星相当多 我们已经知道通过近点是78颗 那这个在天文年纪上有列出来 那天文年纪上列的是100多颗 那是所有 已知编号的彗星都列上去了 那这基本上来说呢 适合小望迷观赏彗星大概就10颗 不包括我们现在讲20213这一颗 包括这一颗总共10颗 那这边特别列出来是120213 跟紫金31号这两颗 一个是大家很期待 一个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发现的 所以要把它特别列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先到下面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要了解彗星的话 那要先知道这个轨道元素 就是一颗彗星 我们要了解它动态 你一定要知道它通过近点的时间 然后通过近点的距离 它的轨道离清率 就是它是椭圆 它是双距线 怎么样的形态 由离清率来决定 因为我们要知道近点的引数 还有深交点黄金 轨道倾角 那这个图上就标示 这些各种不同的位置 我们先看一下 应该可以足以点出来 这个近点通过时间 它最靠近太阳的时间 就在这个地方显示 这近日点的位置 然后近日点的距离 通常就指这一段距离 这段就叫近日点距离 然后它离清率 图上看不出来 也就是这个扁的形状是如何 是它的离清率 然后近日点引数 就是欧美卡这个值 也就在近日点 跟它跟我们轨道黄道面 焦点的角度距离有多远 这黄色是我们黄道面 蓝色是彗星的轨道平面 那这决定 通过轨道平面的深交点 到近日点之间角度有多少 用小欧美卡的来表示 那深交点黄金 就是大的欧美卡这个数值 就这一段距离 从春风点开始算 到它穿过我们黄道面的这个角度 我们叫深交黄金 就轨道轻角 就这两个平面之间角度有多少 有了这些资料之后 我们就可以计算这个彗星的动态 这是一个基本资料 我们先了解一下 然后就我们看到 这样可以达到十等彗星 有这些 同样的有红字标示 底线有底线的 就是说我在这个投影片里面 有做介绍的 那只有蓝色字的 就代表说我们这边不做介绍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网络上 收听他们相关资料 那大家最关心的当然是这个20113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开始进入 好这个彗星呢 它是蜘蛛奇顺态设施发现的 这个也是一个机械设备 它就是个巡天观测 那它主要是观察一些瞬间发生的天象 那它在2022年的3月2号发现 所以它变化是20113代表是在3月份 我们每个字母代表半个月 ABCD这样排列下来 但是I字母不用 因为这会造成误会 I跟E很难区分 那发现之后他们预测在 2023年1月亮度达到的肉眼可见 但发现的时候非常暗 只有17.3等 而目前最好的预测说 这个彗星亮度可以到达5.4等 我们要注意一下 5.4的是把这个所有光度 集中到一个点上面去看到亮度 实际上它是一个面 所以真能看到是你感觉不会有那么亮 所以这个大家要先有个心理的认知 虽然说5.4的肉眼应该可见 但是它是一个模糊的光斑 整个分散下去的亮度 不会达到我们肉眼可见的程度 所以基本上你至少一个双筒 你来习入你做官司工作 那这边列出一些相关数据 大家拿到头影片之后 自己再慢慢看 我们就进到下面这个我们的预测资料 各位可以看到 在去年下半年开始 实际上是从1月 对差不多下半年开始 就很多密集的观测 每一个点代表观测点 每个黑点代表观测点 这边就已经密集在一起 分出了到底有多少个观测点 那整个预测来说 在1月底达到最大亮度 5.4等 而且对我们台湾来说 有一段时间是整个网上 都可以看到这颗彗星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所有的预报资料 从1月8号开始 也就是我们会员大会 本来要讲的时间 所以我们从1月8号开始预报 然后到2月28号 整个光度降较到8.6等这个时方 那我们看到这边 出末 这边有带雪代表说 这个整个晚上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过中天的时刻列出来 那在这段时间 从1月26号 到2月1号这段时间 也就是大概最亮这个时刻 我们台湾的确整晚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在曙光开始跟目光要结束 这个时段 你都可以看到高度跟方位的预测 请问再会给各位参考 但如果这个时候是好天气的话 大家就可以露眼观测 或者说你要做摄影的话 就自己掌握这个时段 安排好你要观测的时段 也就是观测摄影工作 那这个飞行轨道是比较特别点 因为它是一个双圈轨道的飞行 所以是来自Otoyun的边界 那这个图上我们看到 这个是它的轨道路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还有很多虚线在这个地方 这个信用代表说 它实际上在什么地方 朝下代表它在黄道面的下方 朝上代表它在黄道面的上方 所以这个路径图 然后这个告诉它的相关位置 也就变成一个3D动画 立体动画那边 那实际上如果到网络上 你找到这个网站的话 你可以挑选每一天它所在的位置 我们这边就引用它 在通过近日点的时间 这个时间的相对位置来画出来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列出的 轨道元素这样的地方 那轨道周期因为来自Otoyun 所以一般来说 它有轨道周期大概都在18000年左右 只要来自Otoyun的彗星 我们都给它这个轨道周期 大概都是这个数值 因为都同一个地方过来的 所以不管它轨道距离怎么样子 离星路如何 大致上就给它这个时间来 作为它轨道周期的参数 那这是另外一个预测图 就告诉我们它最靠近地球的时候 距离有多远 这是公里 等于4200万公里左右 还是在地球跟火星轨道之间 这个是地球跟火星轨道之间 所以离我们这段距离太阳也相当远 因此最亮的时候并不是最靠近太阳时间 而是最接近地球这个时段 那这个就希望有好天气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就是它在天球上路径图 我们从1月1号开始画到3月2号截止 那因为它穿过天球北极附近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有机会整天观测就在这一段时间 就1月30号前后这些时间 我们整天都可以看得到它 所以基本上来说它观测条件相当不错 那唯一我们不能掌握就是天气状况 只要天气好的话就可以看得到 那这是你漏远观测 大概用这个星图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透过望远景观测的话呢 因为望远景观测系统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镜像图 把整个天气状况过来看 1月1号在这个位置上面 那到这三同样的同一张图 只用不同的画面来呈现一下 所以看你观测条件 来决定你用采用南洋图做参考资料 当然你可以自己去参考写别的资料 做更细腹的观察资料 就我们前面有经文的托标 你就可以自己在星图上 把他标出出来 那就更有更容易找到它相对位置了 好 那我们大概这个会认就要这个 主要是让大家知道 它的位置在哪边光不符合 然后你可以自己规划 你自己观测条件 那接下来第二科 我们就叫它指金山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发现的 中国人自己发现的 它在年底最亮 所以这个年头 这个在年尾 也就是今年我们要做观测的话 你可以注意一下 这边创天彗星 到明年一月最亮 恩客彗星在十月下行最亮 所以大概不同时段 你都可以看到不同彗星 那Maker这边稍微提一下 它虽然亮度最高 但是接近太阳很难看得到 只适合南半球来做观测 对北半球来说 几乎完全没有机会 因为它是到南天去的 最亮时候在南天的附近 而且靠近南天的地方 所以对我们来说 几乎毫无机会 不多说我们就看到 紫禁山这一颗灰星 629P 紫禁山天彗星 大概1965年1月1号发现的 等于开年第一天就发现了 这个短头次灰星 轨道周期就6.4年 那在今年12月20号通过近日点 所以到明年1月3号 才达到最亮的程度 那预期可以到7.6的 7.6理论上双总万年可以看得到 但你看你的天气 天气状况跟你的星空购曝黑暗 才能觉到你看得如何 这是它的路径图 我们就因为到年底 我们是路径图画的比较宽一点 从8月1号开始 就画到明年的8月15号 这时段 它在天空中画的路径 那一样我们就把最亮时期 观测资料提供给各位 从1月12月28号开始 到明年的1月31号 它的光度 这边给的光度虽然是9等 但各位可以看到上面这边 你在不同时段 应该用不同的参数数计算 那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在电脑上套映的时候 大概就只给你一个参考资料 所以得到光度 跟我们实际上看到光度会有差距 像这边预报 大概就差个三个等级左右 所以的光度 基本上我们只做参考 还要看最新的观测资料 才能确认它到底是多亮 同样这个会计的观测资料 也算不错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边 它在天文的曙光之间 就可以看得到 方位是高度有 高度有77度 相当高的高度 方位是208的方位 也在西方这个地方 208 这个前面它吃心吃力指标 你可以在心头上点出更明确的位置 另外就串天彗星 这个也是个短周期彗星 在明年一月最亮 稍微看一下就好 是串天嘉南在1994年一月发现的 因为短周期的关系 所以大概隔几年就会回归一次 七点多年的回到周期 所以大概每七年就可以一直好的观测机 这次在2020年一月通过建设点 所以在那个时段是比较好观测 预测量度只有7.3等 一般来说短周期会 因为回归次数比较多了 所以它量度都不会太高 因为可化物质大概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所以量度不会那么亮 不像从奥特云低时来的会晶 通常量度都会比较明亮一点 然后这它轨道图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短周期会晶基本上 跟房东面比较接近 所以我们在这边所看到 那个黄道面上下起伏就不大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它轨道周期7.5等 然后轨道倾角只有3.9度 不到4度 所以离个黄道面上下 那个飘动不会很大 所以这边的上下 这个看起来就没有很明显的显示出来 这边就远一点的时候 我们看说在黄道面下方比较多一点 这边就在上方稍微多一点点 这个会晶观测 条件虽然不是很好 但还可以看一下同样的 轨道光度预报也是很不同的 不同时间会给它不同的参数来做参考 我们可以在那边7.5-5.5 跟6.0 你在不同时段 采用不同的数字来做光度预报 但是我的使用的软体 它只给你一个数字 所以看起来 所有预报都比较偏低 大概低了三个新等左右 然后就在各位看到现在10等 你把它加上3等 所以大概7.4等 大概是最亮时刻 这是它在天空中的最亮时刻所经过的位置 在金流座这个范围上面 各位如果要兴趣的话呢 就注意一下找到金流座 然后在心中点出它的相关位置 来做点观测工作的准备 那恩客会计算到6.9等 是在今年10月下旬最亮 那基本上我们所地的时间差不多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再细看下去了 好 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纲要上面来 所以有个第二次的选择机会 有没有人要选 这边的举手是还没取消掉吗 然后警察举手那警察要先看哪一段 谁的喇叭需要关掉的 我本来是要阻销了 小心到最后一张去了 既然到这边就先讲一下好了 这个马怪爱天文是个大陆的微博网站 它提供了一个天文日历 就是你可以把天象放到你的日历里面去 那提供了三个版本 第一个测试版只有三条天象 就主要让你试一下你的日历 跟它的这个软层次是不是混合 就万一不合的话 你要删也就要删三条很简单 那如果你试了合的话 就可以像看你要下载基础版 还是要下载扩充版 只要试着没问题 哪个版都可以下载 那我试过就是在微博的 Windows这个日历可以 还有那个Google的Google日历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是两个系统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跳过测试版这个线 现在直接下载 那注意一下你只要给下去马上就自动 下载到你的电脑里面去了 好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前面去 刚刚是要选哪一个 如果没有选择我就要 跳到六月时先讲了 好 六月时没关系 好 那我们就从六月时开始 那我们知道明年每年大概都是两次日时 两次偏时 月时了 这个是最常见的现象 但偶尔有一个有时候一年会有七次 那今年是四次 四月二日到全环时 那台湾只能看到偏时 五月六号一个半影月时 台湾全能可见 那基本上在半影月时的话 路远观色可能会有点困难 一般用摄影呢 可以取得比较精确的结果 那十月十五号一个日环时 台湾完全看不到 不过我们这边还是会稍微做几条介绍 然后十月二十九号月偏时 那我们就先从台湾可以看的先讲 我们就从四月二号开始 因为这是最近的天象 那有人把这个全环字叫做混合日时 但我不太喜欢用这个名称 因为每个日时的话 一定有偏时的状况先发生 然后才能见到全时或者环时 他这边混合日时主要是强调 全时和环时都会发生 当然你在一个点上面 只能看到其中一个现象 你可以看环时或者看全时 不可能全图两个现象都看得到 那这边列出来可以看到的 全时或环时地点 主要在这些地区 那基本上都在海上 大概只有在这个西巴布亚 跟新几内亚这个这样 有点在陆地上面 东地文也有部分在陆地上 可以看得到 那可见片子翻译就比较广了 所以这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台湾在这里 我们看图上 只能看到微小的偏时线 这边有看到 在偏时部分 我们的时分只有0.089 这以台北来看的 如果你在高雄 时分可以到达0.11的程度 稍微好一点 那这比于台北是3%而已 那在高雄的话 就可以到5.7%的样子 再会我们在下面 可以看到台北跟高雄 两个的预报数字 那这次全环时 是在我们沙漏序列的第150 129个沙漏序列 那这个序列总共有80次的日时了 那这一次是第52次 一般来说在每个序列靠近中间地方 不是全时就是环时 那头尾地方大概都只是偏时的现象 而且在南极或北极开始发生 那整个来说十分是1.013 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边边上 所以我们只能看到很小的片时部分 那这边所给你的初亏跟十最大 还有复原十最大都是以这个最好的状态来说的 初亏是说全球最早看到地方 那复原是全球最后看到地方 在我们下一张图上可以看到这个点 这边我们记得出来 P1就在最早开始看到日片时的地方 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那它时间就我们刚刚前面列出来的 那地理位在这里 那十最大就在中间这个地方 大概就在这个在海上了 我应该记得是在海上面 然后最后就在这个位置上面 那这是全球的状况 那台湾在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 这也是另外一个模拟动画 是在今年才有这个新的画面出来的 它就给了你在每个看到全时 环时的地方的时间 实践的长和经历的时间长度 我们可以看到靠近全时中心点的地方 实践的时间最大 实践的时间最长 也就1分16秒左右 那通过之后 实践的时间就越来越短 然后一直到来就结束 这个全环时 当然在中间地方是全时 在两端看到的是环时 这是因为地区有6000公里的半径 那在这造成日地基于的改变 让投影的能够不能本影 或者半为本影投影到地圈上结果 这是另外的我们比较常见的画面 就是用麦卡托拖影的方式来描绘出来的 同样的一样把这画出来 但它没有那么详细的时间资料 所以这个大家只能看到哪边 看到哪边看不到 台湾在边边上 所以是少到一点点 这个又再重复一次 我们要下一张去 那这是我们台北看到的 台北出规大家在中午12点过后之后 12点30分开始 那这张图的预报位置 跟我们这边所採的位置不太一样 所以各位连上会有点差距 因为我们这边预报是用台北天空馆 坐标来算的 而这个地方是以它的一个取得值来算 所以会点不同差距 那日子的特别特殊点就在这地方 不同地点看到现象就会不一样 那它出规时胜复原都在这个地方 提供各位方位高度 事实上太阳很大 你去太阳课就看得到 有了这个放映稿子 放映你再去望远镜要瞄准的时候 基本上不要看着太阳 利用投影的方式去找到你所要看的 所要对的方位来决定 你怎么样去做摄影工作 那日子观众最重要就是说 全程你都不要去看太阳在哪里 你利用投影的方式 看望远镜设备投影达到最小程度 也就是你把镜桶投影一下 变圆形的话 基本上你就对到目标了 这是我们在做观测之后 一个小小技巧 那高雄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时分就比较大一点点 0.13 那遮蔽是5.71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依照它的位置 来取得时间 因为这个时对台湾来说 时分相当小 所以事实上 如果你不注意这个天下的话 你根本不会感到日时的发生 在我经验来说 即使时分达到90% 也就是遮蔽几乎到95%以上 你如果不抬头看 你也不会感觉到说日时发生了 因为其实只有时分之一 眼光投资到地图上 那个亮度还是相当明亮的 那日环是 4月2我们介绍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就看 10月29号的月片时 那月片时的话 全球各地只要能看到 都是相同的现象 因为这两者之间差别在哪里呢 日时是发光体被遮蔽 所以你的地理位置会影响 你看的结果 那月时的话是 月球进到地球影子里面去 照射到月球上光线 受到遮蔽掉 所以不管在地上哪个地方 你所看到的现象都是一样 就倍时多少 全球看一致 而且开始的现象 全球同步开始 不像日时会有不同地方 开始时间不同 所以这个地方就比较容易 一样做观察工作 那半饮食的大概只有 百分之百分之十二左右 半饮食就因为 它会全部进到半饮里面去 所以它尺分就会大一点点 那在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全程过程 就是半饮食开始时间看得到 半饮食中也看得到 半饮食中的时间 比月末时刻只稍微早了一点点 所以到半饮食这样观察 是比较难度高一点 因为它接近地平线 几乎就要快地吸尘了 是看不到它 那这同样的也是个动画 可以看到这个移动现象 因为全球一致 所以我们看到 大概不管在哪边看 唯一的差别就在高度是哪里 高度方位不一样而已 其他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整体来说十分非常小 所以刚刚只有一小部分是黑色的 然后因为事实上整个投影片 详细讲话需要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都会讲的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让各位有概念 然后拿了投影片之后 自己再慢慢看 慢慢琢磨一下 然后半饮乐食 这边看得到 所以就先讲 我讲沙罗序列141 七色词里面第24次 它在比较前面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它是半饮乐食 那十分0.96次 就是说半饮乐食 它有部分没有进入到半饮乐食 它有部分没有进入到半饮乐食里面去 所以十分没有达到1的程度 那开始的时间5月5号的23点11分 所以这边给的时间是5月5号到6号 那十分在5月6号凌晨1点钟 1点多的时刻 半饮食中在3点半左右 所以要看这个半饮食的话 你就要熬夜了 从止夜之前开始 到快接近天亮十分 因为5月的话 天亮时间都会比较早一点点 因为这是夏季左右 那既然全球关系都一样 所以而且这个十分不大 所以一般来说 大概只有在靠近石盛的时候 你肉眼可以感觉到 确实月亮有被死到部分 这是因为最近几年 我们的地图站环境比较差一点 所以接近本饮的地方 已经够黑暗了 不像早期 大气比较干净的时候 其实接近到本饮附近 你还是感觉不出一个死的发生 这是我们天下变化造型结果 这是这样 半饮乐食我们看到 只有灰阶眼里没有黑暗的部分产生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就可以造成是很难看到的 半饮乐群石 就是说这个乐球全部进到我们 半饮里面去 但是完全没有接触到本饮 这是所谓我们的半饮乐群石 非常罕见 大概我们最近这几年都不会发生 而且一个序列里面 一个大陆区里面 大概点多发生意识 有时完全不会发生这个现象 所以是很讲究的半饮乐群石 OK 我们就再跳过去了 好 肉盘石这我们看不到 就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找个这个创业节没有做到 我回去跟他补一下 因为给他底线代表说应该有连接在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纲要里面 来继续做筛选工作 不选的话 我想我不要让各位选了 因为我们已经花了一半的时间了 所以我们就看下流行语 流行语呢 事实上每个月都有流行语 我们这边列出来每一个季节 每个月给他一次流行语的介绍 但不见得每个都适合观测 只做告诉各位每个月都有流行语可以看 我们在流行语上面也有分级 有分成四级 第一级强而且稳定年度流行语 通常的DHR是相当高 但所谓以上就可以算第一级了 第二级的话是稳定可靠小流行语 就是DHR在二到十时间就属于第二级 第三级就是不稳定流行语 就是说每次相当大 而且偶尔会有些突发现象 让你有意料之外惊喜 像四次做流行语 我们大概可以算在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每三十三年的话是大爆发 平常时间大概就在15上下 DHR在15上下左右 第四级就非常微弱的小流行语 可能我们大家不能确定他能不能算流行语 所以我们在观测上来说 如果你要做流行语观测 我们就建议各位从一到三循序渐进 就我们先看第一级最好的流行语 然后等到你观察今天差不多了 就可以开始进到第二级 观察这些小型流行语 这个主要就是你知道要往哪边看 比较容易看到流行语出现的流行 所以进到第二级 然后你今天更丰富的话 就可以进到第三级 找这些不稳定的流行语 慢慢去再做深入的研究观察 最后你就可以进到第四级观测 他的目的就要确定流行语跟寻找母体 母天体是哪一级 然后也确定是是不是流行语的现象 这个分级我们很少提到 这边稍微跟歌叫下 然后我们这边所列出来 就是我们所谓第一级的流行语 有红字标示的 就是我们特别强调四大流行语 像狮子座猎户座 这边都可以算有第一级 虽然它变化量很大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都在十以上 那如果你只要前到突发线 的话就会把归到第三 但是机关上 在比较严谨分裂上 是把第一级的 因为宝宾座 这个是我们平常跟咖啰有关的宝宾座 是第一级的 因为还有宝宾座男的流行语 也算第一级 只他留下数字比较小一点点 那我们再往下看 就可以见到我们要介绍流行语了 那相云的流行语已经过去了 我们就不提了 宝宾座流行语 是我们下一次可以看到流行语 但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有一个月相图 代表说月区对它干扰是如何 宝宾座流行语受到月区干扰很严重 那今年一天的流行语相当不错 一个残月 那商务座流行语是一个新月 也可以习惯 比如说梅月 那商务座流行语 而且商务座流行语很特别 只要天黑 你就可以看 不必要像其他 你可能到熬夜到半夜 才看得比较好 好一点现象 商务座流行 你几乎天一黑下来 你就可以看到流行的天空开始出现 甚至天还没黑 你就有机会看到比较亮的流行 我们就从最好观测的开始 商务座流行语看看 先看虽然在年底 他的活动日期在11月19号到12月20号 所以一个长效流行语 但最大期在12月13号到4号这个时间 我们一般观测都选择最大期的观测 因为这个比较容易看到比较多流行 感觉上会成就感会比较高一点 那他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他母体是一个小行星 实际上我们认为他这个行星 就在早期他是一个会星 只是说可挥发物质都已经消耗掉了 所以变成一个小行星的状态 没有尾巴也没有挥发包围他 当然在轨道上还留下不少的碎片 所以每年都会定期的发生 那这次月下我们可以看到0.55 0.55%相当小 是一个星月 不受益望影响 加上我们几乎是天黑就会看得到 所以影响更小 因为星月的话 这个算残月 我的印象他是残月 是一个星月 所以天黑不久他也下山去了 不会影响我们观测工作 这是他的轨迹 那这个去年观测成绩 我们可以看到力确相当高 达到95 预报的话 在100到150之间 每年都不一样 但至少去年得到结果是19数的DHR 相当好的流行影响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12月2号开始 就观测的数字慢慢产生 一直到12月18号 数字开始减弱 他的峰值非常明确 但持续的时间相当长 中间没有数据是因为没有人做观测 理论上他应该是一个曲线慢慢上升到这个高峰值 然后比较快的下降 好 那这是辅射点所在位置 我们流行影响的名称都跟辅射点有关系 他都哪个星座出来 就哪个星座来命名 那如果周围有比较亮的星可以确认的话呢 就把它加上恒星的名字 告诉你流行影响的辅射点哪边 那如果流行影响的要注意的 基本要密切注意就是说 你绝对不要朝着辅射点的地方去做观察工作 因为流行影响进入大一层之后才会发光 而辅射点是远远在大一层之外的地方 是无限影响之处 所以一般来说你做流行影观察的话呢 你要看的位置大概距离辅射点30度以上的空间 天空呢 是你要观测的地方 那这个位置的距离天点越高 你也越容易看得到 高阴地平线的话呢 虽然辅射线的辅射长度会比较长一点点 但你能看到机会比较少 因为受到大气影响比较严重一点 光度会减弱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会尽量接近天顶附近做观察工作 然后离开辅射点呢 大概在3度左右到4度之间 这个看到流行影响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那接下来就到阴车流行影响 等于我们是倒着来讲 阴车流行影响 是大家最喜欢观测的 因为它非常稳定 每年的速度都相当高 从7月10日到8月到9月1号 都它活动起 但8月中旬是大高峰值 那这个辅射的位置 在参考下就可以了 那离开大概到100左右 那GAMAS说代表量星的百分比 GAMAS越高的话代表量的会心 流行越多 那它速度也比较快一点 每秒59公里比较快 它母体是一个SWIFT的特有会心 那这个月向12.63%的残月 所以月缸影响比较小 因为这残月上来时就很晚了 那一星座呢 算是东京星座到半夜的时候高度也够了 一般来说 阴险座的影响 大概这个影响不大 它升起来之后 当然是流行数量会比较多一点 越靠近头顶附近的话 流行的数量出现会越多 所以尽量学到阴险座位置比较高的时候 来做观测 你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去年的观测数值 我们可以看到是50.33% 不如我们医学的那么大 现在预报大概100左右 但是实际上看到大概只有一半 只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出现频率 因为大家对它比较向往 所以观测是相当密集 从T月18号开始 这个观测数值就陆陆续开始做观测 一到8月中旬都在进行当中 当然这应该就是辅助点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面 同样我们刚刚强调过 你绝对不要看辐射点 除非你是用望远镜做观测 而且你观测 希望是看到微弱流行雨 来帮助你不要容易确定流行辐射点的话 你才需要朝这个地方做观测工作 因为在这边能看到流行都是非常微弱流行 而且出现频率不高 因为直接朝你过来的流行的光阶都非常短 所以你看到机会就不会很明确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刚开始观测 的话绝对要是开会离开的辐射 远远的地方 才能看到这流行路径比较长 当然离开越远的路径会越长 但是你能看到机会就比较少一点 最后看保瓶座 因为受到月光影响太严重了 所以对大家不要抱太大期望 而且它LHR值预设50 但它变动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也是变动幅度比较大一点 而且速度相当高 速度越高的话 你看到量流行的程度 一般来说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速度快 摩擦力 摩擦力以前比较严重 燃烧的速度会快一点 所以光度也比较明亮一点 但也跟HR会小关 注意它是满月 所以满月几乎整个晚上都受到月光干扰影响 因此只有特别大特别亮流星 你才能看得到 所以如果观察保密技术的影响 就不要抱太高期望 这是去年的观察资料 那去年月线好像也比较大一点点 如果没有调这个图 要查一下看 应该是没有调这个图 因为这个图是放今年月线图 不是放去年月线图 同样的观察资料也比较密集在 流星最大期的时间 5月5号前后 这个地方观察数字最多 我们看到去年是46.74 跟预测值差不多 伽玛2.4代表说量的流星比较多 保密轮运的辅典这个地方 保密轮靠近水平的出口位置三点来 好 那下面一桌就不讲了 我刚刚听过 下面一桌我们今天不介绍了 然后我们再看行星事件 行星事件 主要我们主要是讲 核跟大举是两个事件 因为事实说比较容易观察 事件而且比较有趣 行星位置是很重要的 那对大家来说 这个应该都很熟悉了 所以我们就很快跳过去 虽然我们就把它跳过去 但是设定上可能它是会出现 我们就让它快一点过去 外和大举有东跟西的区别 这是内侧行星 然后外在里有核 冲 还有方照 方照就是指角落在我们地球上面 就是说一个90度的指角 那就是指角落在行星上面 这是大举 这是方照的角 都是以地球为标准来看的 那核的话还有观察内心这个数据 好像跳过一个东西没有关系 我们就让这东话执行一下子 这内侧大举 我们的西大举跟东大举 那需要注意一下东大举网是在黄蜂后出现 你要往西方观测 西大举在日出前 主要你东方观测 所以东大举要朝西看 西大举要朝东看 那有些时间黄蜂后跟日出前 不要搞错调了 你不要说直接东大举就朝东看 那你就看不到这个目标 西大举朝西看你也会试掉你要看的东西 最大亮度 核的前后 大概金星在内核之前跟之后的40天是最大亮度的时间 但不是大举的时间 我应该定有大举之后 因为这个跟它的色光面朝向地球的地方有关系 而且还有地球之间距离也有关系 所以并不是在大举的时候最亮 只是在过了的时候最亮 这张我记得应该是个动画 没有动没有在这套到外形形去 这也是个动画 刚刚这个位置在冲的位置上面 现在到了方照的位置 我们的直角在地球上面 然后到冲的位置 冲一半是观察外形最好时间 因为冲的时候整个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东方照 然后就核道回到冲的位置 各位要注意一下 就这个距离会影响到四大小的变化 所以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你就看到这边的木星大角会随时改变 我们就看一次让各位重心放在这个上面 这变化不会太大 因为木星跟地球的距离是五个天文单位 而这个变化这距离的话是 四个天文单位跟六个天文是彼此而已 所以变化不会也相当大 不会太大 但你这个感觉出来玉里远的话 这个视角会小一点 通常在核的时候 我们大概 在核的时候我们大概就看不到木星 因为会被阳光遮蔽掉 我们就看到下一张区 好这边就是我们今年看到行星事件 1月23号金银河土星 马上就要发生 然后3月1号我们可以看到金银河木星 然后还越演金银 这是值得观测的 但是台湾的条件不是很好 然后4月10号金银河毛小星团 水星东大距比较值得观测 西大距的话因为在起个大早 所以我们知道会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金银东大距是今年可以看到的 因为今天的大距时间间隔比较长一点 它是5.84天一个循环 基本上这些循环周期都是它的 跟地球的会合周期有关联性 然后我们就依照顺序来讲 金银河土星 1月23号金银河土星 凌晨3点36分这个时候合 那位置在这个地方 金银负3点9等 土星0点8等 所以亮度差距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在台湾要等到日落后 才能在新南方低空看见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不到它 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是在地平线下 因为我们知道金银要看 不是凌晨就是日落一段时间之后 所以这我们在日落之后能看到 那日落高度大概20左右 20左右 两个星之间距离已经大概增加了一倍左右 这边是0.35度 这边是6.4 0.64度 那到6点钟左右 到高度是15度 因为1月3号的日落时间比较早 到6点就已经太阳下山了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就高度 最高的大高度在20左右 然后等到8点6点钟的时候 就是高度15度 也就是高度逐渐下山 所以要看的话就尽早看 那越高度越高越容易看得到 是要地平线景物折笔会比较少一点 金银和木星就很精彩 因为金银最亮 木星大概通常出现第二亮的天体 上面到18.40度 那角距离是0.50度 这个大概还是一个月亮时间距离 就中间一个满月大小可以插进去 一个负3.9一个负2.1都相当明亮 那有人说伯利克恩之星就这两个星河 产生伯利克恩之星的景观 那它位于双鱼座 如果说在西方低空 高度大概是左右 所以是很容易看到天下 那3月2号这个时候 看天气能不能碰到晴天了 因为这个时候在台湾来说的话 当然是分面交接机会很多 所以考考它记忆不太容易掌握到 那大概8点10分就下山 所以你能看的时间大概就在6点左右吧 到8点之前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以观察 这是在模拟从3月2号最近 从2月18号开始模拟电话 然后首先看到3月2号最近 3月2号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最近 然后直接直接拉开 然后注意它上架位置在改变 因为精心运行的速度比较快一点 那时候的行情速度快 所以直接变化的时候主要拉大了 如果你有去到夏令玉玉玉玉 就机上会做这些观测之后 然后做成个动画 看到逐渐变化情形是不合 因为很精心 是值得看了天下 只是台北观测条件不好 这个地方是 好像我们少了一张图影片 但是在上面应该有 就红色曲线就代表白天发生 那蓝色化代表是成婚交界的地方 白色化就是可以在晚间观测的 那我们台湾在这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在成婚交界的时候 成婚交界这个地方来做观测工作 所以条件不是很好 我们可以看到 10点52分引入 8.49分付出 但月初在8.46分就已经吸尘 所以最后这个地方我们是看不到的 也代表说我们在看的时候 高度不会很高 也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付出的现象 所以会被规划在这个地方 会交界的地方看到这个现象 这是我们的电脑上模拟的话 4.54分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是暗原引入 那因为月下的颜色说 在每月状况 所以至关这很容易做 因为金金够亮 负3.9的月球的光度又不亮 所以很好观测 而付出的因为已经牺牲了 虽然看不到 但电影上 电脑上可以告诉你它的位置在哪边 如果你在别的外地的话 但在不同地点 这个角度会不一样 时间会不一样 你就需要做一些设论工作 但是你看你们看 他就论到中国大陆去的话 你就有机会看到全城 然后金金和毛朽新团 实际上这个常常见 只是今天我们会特别强调 是因为大家做了预报工作 金金和毛朽 实际上还是有段距离的 金金的轨道跟地球轨道 有一个共振现象 就是8比13的共振 金金经过13年 地球经过8年时间 几乎在达到相对位置上一样 所以你每隔8年 你可以看到金金出末的位 金金跟特务上 签图上三一段的位置 跟8年前几乎一模一样 这张图我们就是理事长所拍的 他8年前拍的跟金金来做一个比对 这上面可以称去 2019年来做比对 两个位置几乎是一样的 这个时间几乎是8年 金金公转的225个地球日 我们把它乘上13 在地球公转 360个地球日 乘上8 我们可以看到数字的只差了一天多而已 所以在观测上 只有两个是几乎一模一模一样子 所以你每隔8年 会看到金金在金上相同的位置上出现 毛球因为特别醒目 所以大家会特别注意金金跟毛球合的时段 如果你要看到这个详细作用的话 就上我们搜寻一下 这个只有会员才能搜寻得到 或者你是老师 我们知道的话 你可能需要申请一下子 我们会让你加入我们的秘密社团 东大剧是值得观测 因为太阳下山的时候 你可以在气泡内空看到 所以不需要熬夜 观测上比较容易一点 我们例如是东大剧 东大剧 金金金大剧每年大概发生七次 三次东大剧 四次西大剧 或者四次西大剧 三次东大剧 反正一个三根四之间的比例 像今年的话 4月12号 8月10号 12月4号 都是东大剧 这边标出了它的时间跟位置 但要注意 东大剧的时间 不一定是最高位置 就是上的最高位置跟大剧的时间是有点差距的 并不是完全吻合 因为是个13度空间的问题 真的要讲也是相当复杂 那水晶东大剧 4月10号这一次 在日末时间8点14分 水晶的高度较有18度 所以观测上相当容易 水晶的试剧呢 宇点额等 算相当烈 但试剧不大 7.7个角秒而已 如果说一般来说 如果它达到一分大小 你却感觉它不是一个光点 小小光球 因为7.7个角秒的话 只是一个光点 你觉得它大小是如何 但透过广告是有尺寸的变化的 OK 这个地方大概就看一下 经营位置 是在白杨座这个地方 因为量中不量 只要知道这个方位高度的话 你就可以大概很快可以找得到它 可以看一下 平常你不太容易看到水晶的话 就可以用大局的时间来看一下水晶 第二次就8月10号发生 日末时间8点33分 因为这是夏天 所以日末时间比较晚 高度的17度 比4月份稍微高度低了一点点 171点你稍微按了一点 0.4等而已 那17当然会小一点点 那这它位置呢 是在 6分一座这个上面这边 是做地 是做腹部下面 所以要找也比较容易 而且上面高一点 还有火星可以看 OK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容易找到这个现象 最为一次在12月4号 我们可以看到 太阳下降时间是5点多一点点 那水晶高度只有15度而已 但是亮度提高了 辅0.4等 4级反而比较小 因为主要是因为它靠近 内核的位置上面 所以高度会比较低 但是亮度会提高不少 但是室温比较低一点 所以观众会感觉上比较冷一点点 至于要怎么去搜寻 就看大家要看哪一个了 每年都有三次到四次机会看 错词也无所谓 下一年再来吧 水晶系大局 运游熬夜 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标准出它的时间跟位置而已 就不再做仔细了 因为摸黑起早 我们不太说太多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1月30号在比较偏南方 5月29号比较偏西方 偏北方 然后9月20号的高度大概是最高 但因为都要起早摸黑的 所以大家知道时间地点 有兴趣自己去看就好 最后一个金星东大局 日末是金星位在这地方 东大局 我看有没有标出来 东大局 你们可以看到 这最高点在5月21号前后 但是大局时间是在6月11号这个时候 所以高度跟最大高度跟大局时间 完全是很明显 日落时间是8点40分 因为在夏季时间 所以日落时间晚 高度较42度 因为金星轨道是第二 自从太算第二颗行星 所以它的 到太阳的距离比较远一点 所以离率会比较大 再加上它量度非常高 -4.3等 基本上观赏应该没有问题 你再往西方天空看 最亮的那一颗 一定就是金星 除非当时有天有异象 那就另当别论 好 那行星事件大致上就这样子 我们可以注意到 我们说讲行星事件 除了水星大局以外 几乎都在前半年发生 所以我们在前半年 会比较好 可以做观测工作 最后我们就讲月影星 因为这讲相当快 所以我们可以把重点都提到 那月影星就是月 就这比其他天脸现象 基本上你要找的话 找月亮很简单 所以你只要找到 找得到月亮 眼睛观测就可以进行 做观测工作 但对对外来说 观赏比较重要 那因为这个星星通常不会很亮 所以我们照月影星观测画 或者观赏 你要注意这个角度的问题 月亮有明暗跟明暗的区别 所以在暗面 我们有比较深的颜色 亮面有比较浅的颜色 这个明暗交界的端点 就是我们所谓的尖点 尖点不见得是尖的 也可能是一个突出 像这边是个大于90的顿角 不见得是这样锐角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把这叫做尖点 我们用CA来代表 另外一个天顶角 就如果你是用 目视直接观测 你可能会比较容易抓到天顶方向哪边 就是你正对月球 它的方向往上就是天顶位置 这是我们用VA来表示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明暗交界的点 总是比较容易抓得到 特别是你在做望景观测的时候 这个点最容易抓 所以我们会以这个作为 观测最主要搜寻角度 它用明暗交界的点 这个地方是零度 开7点 南北各90度 因为不管怎么样 这个一定是半圆弧 所以是南北各90度 另外暗元为阵 量元为负 各九州的话 我们会做NX标记 代表说你要从北边找它 比较快 还是南边找它比较快 北点角比较少用 因为北点角是北极座标准 在望远尼观测里面来说 你可能会参考它 但是怎么样都没有 间点角好用 所以我们大概只要知道 这些角度符号代表什么意义就可以了 另外眼星的时刻会因为时间地点不一样 你的地点不同 眼星发生时间会不一样 大概每相距500公尺 会有一秒钟的变化 一般如果做观测的话 我们精度大概在0点一秒左右 所以小于50公尺 我们当做同一个点来看待 也就是说你的观测位置 跟预报的位置相差小于50公尺的话 就不要做任何修正 直接采用预报数字就可以了 如果不在这个距离室内的话 你就稍微做点修正工作 会有个参数A跟B 那一根在京都委屋上做修正工作 然后得到你在当地的眼星发生时刻 但注意一下预报都有误差 因为越级的运动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 要早一点来完成准备工作 绝对不要等到预报的时候再来看 这边我们就没有看到预报图的 怎么看到预报图 我们刚才讲青色 是越出或越落实的眼睛区 就头尾这两端 头尾这两端 白色是在夜间可以观测的 就观测比较容易进行的地区 蓝色成昏事件 就这样通常是日夜交界面 可能是从黑夜到晚 白天或从白天到黑夜不一定 红色虚弦就到底发生在白天 除了这个被掩天地非常亮非常明亮 你才比较容易观测得到 或者月亮有足够亮度 让你可以在白天 比较容易看到它也可以 如果单侧线的话 现在这边是双侧 双边都有线条 就代表说 在比较接近地球迟到附近地方 所以南北 南北都有看不到范围 你这个有区域性 如果单线的话就比较靠近极区 也就是靠近极区的地方可以看得到 通常如果是出现单色的话 台湾看到机会就比较小一点点 除非被掩天地区域相当大 我们才有机会看得到 这个地址是用麦卡托投影的方式 所以在两端的湿增度非常高 所以通常来说高高性不高 三次预报来说 月眼金星 我们刚刚已经很快的看过了 所以这边有点跳过就不再讲了 那横定部分的一等星星球二 1.1等 被影响非常容易看到 另外星球一 2.9点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两个就可以了 9月21月星球二 这个是可以看到区域 台湾在这地方可以注意看到 我们是在红色虚线的地方 代表说事情发生在白天 但因为它够量 所以我们可以试着观察看看 这是另外一个图示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台湾在这个地方 台湾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在白天的区域 这是我们在电脑上摩文的预报图 15.56分 沿路 有的位在这里 阿法新 这个线是星座连线的时候所画的线 所以并不具什么参考价值 不要误会爷爷说他运动路径 这要沿路的时间 这是付出的时间 5点17分 都在白天时间 所以要注意一下 一般来说因为是暗元部分 所以通常比较容易观测 是量元部分比较难观测 如果说你下载 台天文馆的天文链的时间比较早 也在今年之前下载的话 你可要重新下载一次 你才能看到这个正确预报时刻 否则的话 你看到预报是个错误的 所以如果你下载年年时间比较早一点 建议各位重新下载一次 天文链接 因为有些数字 他们做了修正工作 第二个就是星球衣 星球衣的观测条件算不错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在夜晚观测 也就是在夜晚观测 我们来说在晚上观测 对我们都比较有利 因为越来越来越看得到 那这边我注意一下 我们用这28小时 因为野心观测通常是跨夜进行 所以我们会用 不用20小时 也才用30小时字 就过了凌点之后的零点 我们算是24点 然后晚上一点算是25点 这样在做记录时间是一个 日期是连续的 不会有跳跃的问题 好 所以28点23分 事实上算的话 就凌晨4点钟左右 就是说沿路 然后到5点左右呢 复出 那复出在亮元部分 所以观测上稍微难一点 通常会因为受到月光影响呢 因为在他离开月 只有一段时间你才看着他 但是因为2点9点的话 还算相当亮 社会月光影响会比较小一点 就比较容易抓得到 所以会稍微比较小一点点 不像一些暗星的眼星化 的复出有着很难观测 那特别提一下 就为什么满月的观测非常难做 因为当然月光影响 所以如果碰到月圈时的时候 有眼星的话呢 就很值得观测了 就像我们在去年11月8号的月眼天王星 虽然行星观在价值不大 因为行星位置在移动 所以对我们做定位工作来说 不太不太有用 但如果这个恒星的眼星的话 就非常有价值 你就可以很精确定出月球满月的时候 位置是哪里 好 这是附带体系下值的 好 我们很快就把今年中二天都讲完 如果在个岸的星期一晚就可以参考天后年间了 在这个夜市方面 大概七等以上都会做预报 那就给你看你兴趣 你那要做到看多少都可以 而且几乎天然都有时间发生 但因为我们预报 预报七等左右 所以有的日期会不会发生的 最后提一下这个 对我们刚提过了 但我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头一面上片 这边我们有天文APP 这边列出了三个 但我不打算在这边讲 因为这个是各位 我觉得各位都应该手手机上都应该有的 一个是新页型 为什么要介绍呢 因为这个新页型虽然是香港做的一个软体 但是主要它的内容比较丰富 它是有中国星座 中国的新冠跟西安星座都能够显示的 当然不会同时显示 因为同时显示就变得很乱 所以你可以选择要中国的系统 还是西安的系统 那对于新等你也可以做挑选 那各位可以自己下载 之后看一下它里面有 简单的使用操作说明 你可以做版本的选择 可以用中文系统 也可以用英文显示 另外它也有语音介绍 当然因为香港人是以广东话为主的 所以它的中文是用广东话来讲的 那英文的话呢 它就会用语发音 另外它的解说也可以有文字版 就除了口语以外 它有文字说明 你可以去看它的文字 那第二个就是日月史 这个我们在台北新空95期 有做文字的介绍 所以各位想使用的话 可以参考这一期的台北新空 看看怎么样才使用它 那第三个就是行星 它主要演示行星出没时刻 跟在出没的高度 所以你要做行星观测的话呢 或者要找行星的话呢 这是个很拥有的问题 好 那我们大概就到这边 就等于把我们今天该介绍这两天都介绍完了 这次结束 因为怕各位漏掉 所以在结束先让各位进到这边 可以下载你所需要的东西 然后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结束 下一张是我们真正的结束 就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 可以透过这个Email Email可以跟我联系 或者用WeChat 这个是微信的软体 然后也可以在那边联系的上 那到这边就要结束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今天精彩的介绍 介绍我们2023年 就是今年的一些主要的重要的一些天象 那大家如果刚才没有听到很清楚的话 没关系 就是课后的话 都可以在跟老师这边做一些讯息的询问 那我们会另外在协会这边我们会